好,那么阿弥陀佛,各位有缘大家吉祥,断移生性,应组的开示讲给大家听 今天我们这则故事讲到说代母忏悔,这个主题很好 为什么因为有太多的同修或者居士,家里面的人不学佛 甚至跟他对着干,他不知道怎么让他们信心入道 怎么让他们随顺佛法,能够清净三宝,升起信心,很苦恼 当然我们有时候也说你自己也要做好,像个佛教徒 那么也不是没有招,看我们的心成不成 是不是真的能够为了利益自己的六亲眷属而发这个真诚心 那应组文操里面就讲到这么一则故事 上海有一个居士叫黄寒芝 他们夫妻俩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 那么如素已经很多年了,介绍吃素 但是他的高堂老母,81岁了,就爱吃肉,没有办法 那夫妻俩劝说老人家说吃点素,我们现在也说你对身体好,健康 素食,对于心脑血管都好,停不进去 而且还振振有词,理论更厉害 人家说你们佛教徒吃素 我听说佛都没有要求别人吃素 说你们这吃素不是佛说的 真正的佛修成佛 他并没有也说一定要吃素 对成佛有什么障碍 他还懂这个道理 没有办法 那么居士夫妇两个就再怎么讲道理 他的老妈都不予理睬 没有办法 跟应广法师有缘 就求助应广法师去了 那应广法师就给他出了一招 说你怎么办呢 你们要在佛前朝夕代母忏悔业长 你看可以代母忏悔 代母可以忏悔 代父也可以忏悔 代儿子也可以忏悔 代丈夫这个妻子都可以忏悔 那夫妻俩就发了大心了 招募的在这个佛前呀 礼拜 念佛 痛心疾首的 代唐妈妈忏悔过去的罪业 好 这个沉兴一发呀 我们古来都说孝心能感动天地 《地藏经》里面不是叫孝经吗 那这样的夫妻两个 给他的妈妈 恳切求佛加倍 果然不到一个月 老人家就自动就吃素了 就开始再也不吃荤的了 哎呦 两个人大喜 这个喜出往外 找应祖 应祖就给他开示了 说我因为什么呢 说你们母子呀 天性相关 那么你们一片至诚之心呢 感动了佛菩萨 加倍他 哎 转了他的念头 起了信心了 而且呢 他的老妈 从此以后啊 每天两万佛号 一直到93岁的时候呢 往生西方极了世界 所以我们常说说 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 但是诸佛菩萨的神通道理 也不可思议 可是全在我们现前一念的心力 不可思议 你的发心能够大 能够猛 能够成 那么整个当下一念 就能转这个法界之业 不要说一个众生 当然 这里边呢 还是离不开 南无阿弥陀佛 佛号的加倍 经文里面讲到 至心信要 乃至实念 若不深者不取证据 和长念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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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身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勿无声 不退菩萨为伴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签情》3日后 监制 声支援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